嘿大家好 小龙哥 听说现在猪肉涨价了 好多小伙伴说我连猪肉都吃不起了 哎真是 养猪的人是不是发财了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人养猪的 真是土豪 话说回来 能吃得起猪肉的小伙伴 肯定那不是一般人 所以说呢 我们应景来吃头猪吧 对 吃一头 我呢花了258块钱 买了一头猪 5斤的烤煮猪 为什么这么便宜 258块钱5斤 5525也不便宜 冰袋一个 还送了甜面酱 咱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今天呢 我们就重重景景的做一次脆皮烤卤猪 产地是上海 上海那边是不是经常吃小猪呀 我们按操作来做吧 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猪放出来 这个猪现在看着不是很好看啊 就这样 但是闻着是很香 先这样量胎一个小时 然后就开始做 一个小时很快的 是不是很快 走 开始 谢谢 那个小时 我们下杯 我们下杯 再开 开 上海 1再 Pyos 1再加つ 1綿 酒 2の 2綿 3綿 3綿 4綿 我承认今天翻车了 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锅 如果有这么大的锅的话 应该会还好 只有中间这部分 它受热比较均匀 然后连的比较多 它这个皮胀胀起来了 而且还是很脆的那种感觉 别忘了怎么着 先尝一下吧 翻车咱也得吃啊 对吧 你们别说啊 这个味道是真好闻啊 看这块还好是吧 它这皮啊 就是那种非常Q 这前面这样应该是蘸着吃吧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猪排 哇 这个皮用油浇了以后 它就特别的脆啊 皮好吃 我再吃最后一块啊 我把剁的比较好的这个鸡 我这个皮这好吃 其实它这个猪呢就是熟的 然后味道什么的都挺好 我们只需要加热一下 用这种方法 或者又用烤箱都可以 我大概弄了得有一个小时 还算错过 今天我们尝试做了一下这个脆皮烤乳猪 总的来说是翻车了 大家多担待一点 拜托 好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是喜欢讲上歌视频 所以别忘记关注评论庄 想看讲上歌吃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下期再见 拜拜